再來就是我希望能夠把這六個號碼幫我剖開來 放在哪裡呢?放在這後面 123456到這裡 六個就是這六個剖開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分別一個蘿蔔一個坑的放到這個範圍裡面 那特別注意喔你可以用資料剖析啦 不過我是建議資料剖析 我是覺得沒有那麼快啦 當然也OK如果你沒有別的方法你可以把Ctrl Shift向下 然後你可以用資料裡面的什麼資料剖析 剖析的話分格符號用分格符號裡面的豆點 那他會怎麼做呢?他會下一步之後的話 你只要把這個結果放到這裡來就好 他就會怎麼樣?幫我把它分別放過來 那當然未來你甚至可以用錄製劇集把這段程式放過來OK 不過我是覺得 這要剖析可能錄下來程式至少10行以上 但是如果你寫VDA的話 其實基本上一個回圈就加一行程式就可以了 一行程式主要是用一個方法叫Splitter 這個Splitter其實也蠻好用 就是說你如果要切剖的話你跟他講說我要Splitter的儲存在這裡 然後我要根據豆點幫我Splitter Splitter之後呢幫我Splitter造一個範圍 所以你跟他講一個範圍 就這個範圍 就Range的 D2到I2的範圍 他就會自動幫我把 東西放過來 接下來你跑個回圈 自動的結果就過來了OK 那我把那個 我這邊寫好的程式給各位看一下 如果你不用資料剖析的話 如果用VBA做資料剖析 第一個一樣 For I等於第2列到最下面的列 關鍵的地方來了 用這個 VBA裡面有一個函數 叫Splitter Splitter你跟他講什麼呢 你的儲存格的位置 Sales的I列的B欄 就這個 這個儲存格 用什麼呢 豆點 後面加一個 根據豆點幫我隔開 那他會幫我把它切割 切割之後放到前面去 前面的話呢 你就跟他講說我的範圍在哪裡就可以了 我是D2到 到I2 不過未來的話當然 原來我們是寫成這樣 比如說你如果這個不會寫 這個怎麼寫出來的 D2 冒號 I2 這樣一個範圍 有沒有 那未來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什麼 改成 就是 不止一個儲存格 你是很 一個範圍 一樣嘛 你就把什麼 把2改成I就好了 所以改法 一樣 把2 雙一號雙一號移到中間 and 再移到中間 加一個I就好 OK 然後 空白 空白 這樣就OK了 那這個2怎麼做 因為2在最右邊 所以其實不用像剛剛一樣的麻煩 你就delete掉它 把它移到外面 加一個and I就可以了 因為他右邊沒東西 所以如果你右邊沒東西的話 那你就加一個and I 就 大功告成 那我試一下給各位看 其實這個跑太 跑很快喔 你會不然知心 這個按F F8 有沒有 這樣子喔 光一 這樣一行 Springer的方法 太簡單了 而且太快了 有沒有 Springer 他就幫我把它切割 一個 03 49 一個蘿蔔油坑就過來了 OK 那其他 就跑一個回圈 全部的東西呢 就幫我 剖開了 當然這個我覺得啦 如果跟資料剖析比起來 其實應該不會太難 而且Springer這個方法太好用了 以後你們如果工作裡面因為蠻多 同學這種外部匯入資料 就可以把Springer拿來用喔 你就可以用這個來取代那個資料剖析 還蠻方便的喔 上面1到我這邊上面應該是增加重點號碼 1到 1到6 其實就是for追啦 等於1到6 1到6 然後做什麼呢 就是Sales的第1列 都在第1列 追加3 為什麼加3 因為我第4欄 要放1 所以在這個位置 把它加3 意思是放在這個裡面 放什麼放追就好 所以你會發現上面的欄文明顯就增加了 然後在資料剖析 最後的話呢 我再把B欄給刪除 自動調整欄寬就AutoFits 刪除 B欄的話就colors 特別是在選一個物件 叫欄物件 colors B欄的話呢 就是 一樣 就雙語號B 點Delete 就刪除B 然後最後在AutoFits 一下 執行一下 就刪除了 所以 跟各位講一下 剛剛總共會做了 這麼多 總共有 1 2 3 然後 123 4 5 6 7 7個Sub 對不對 如果你想要一次 3 6 6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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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